基隆家福中心辅导的大朋友小朋友展现武艺 为基隆长庚医院和基隆市政府签订关怀公益合作意象书热场 基隆长庚医院指出由于基隆市家户可支配所得 名列全国第十一 隔代教养户数则位居北部第二高 因此基隆长庚医院特地由院长赖奇俊和基隆市长林佑昌 代表基隆市政府签订关怀公益合作意象书 透过双方面的交流及整合守护基隆家福中心 以及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客服班的学童们 拿到国小最近在芬兰所举行的这些分岭的篮球比赛里面 得到世界的双辽冠军 那事实上拿到国小的这个血统就是我们之前的 宜兰片香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些弱势的儿童我们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的资源 事实上他们的潜力是无限大 而且可以为这个社会跟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想拿到国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计划 然后透过我们长客医院的这个医疗专业 能够来更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基隆本地的这些弱势儿童 包括原住民的小朋友跟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让他们的健康能够获得照顾 然后透过我们的这个医疗专业跟陪伴 让他们的潜力能够发挥 让这些儿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跟潜能的发挥 谢谢 这项计划也获得市长林又昌的肯定和感谢 今天长客医院特别跟基隆市政府来这个签署合作备用录 要来照顾我们的家福中心的孩子 还有我们原住民这个公害中心的这些孩子们 提供他们健康的这些照顾 还有心理的一个照顾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这个弱势家庭 弱势的孩子们特别的一个重要 我相信除了这些身体上的一些照顾跟关怀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包括心理的一个照顾 其实也是这个长庚医院跟基隆市政府 我们特别重视的部分 所以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计划 我相信可以提供给他们更多的一个服务跟支持 基隆长庚医院指出2022年的公益计划 是每年两次学童们到基隆长庚医院 接受牙科和眼科的健康检查 并且由基隆长庚医院医生 到基隆家福中心 以及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为学童们做总共16诊次的一诊 以及总共24场次的卫教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